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房地部上个星期宣布委任部门内200名网络大使特工队 以有效的传达政府和警方的正确资讯 从而应对网络造谣的问题 不过却引来了各界批评 质疑尼克敏的这个举动是否是要把红豆兵变成正规军 用人民的钱来搞政治活动 也有人质疑委任这些网络大使 是否要额外支付他们薪水或者津贴呢 那对于种种的指控 房地部长尼克敏今天都一一回应 并且强调委任网络大使不涉及任何的额外费用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房地部长尼克敏今天澄清 该部门上周成立200人的网络大使计划 并不涉及额外费用 他们主要是提高房地部向民众宣传的形象与水平 包括传达正确信息 以及回应公众的疑问和反馈 尼克敏说 所谓的红豆兵转正成为政党工具的指控 都是小人至君子之父的莫须有罪名 反贪委主席阿张巴基出席新海峡时报的 博客节目时表示 过去五年反贪会积极打贪 成功帮政府追回超过250亿令吉 以及1MDB公司被盗的7成资产 阿张巴基还根据自己近41年的服务经验说 低薪或贫穷并不是贪污的主要原因 并认为提高公务员的薪水也未必能够遏止贪污 因为贪污的本质还包括贪心 系统和治理问题等 雪族巴达林在野白浦大道 昨天出现两头 相信是从附近的青春寺跑出来的黄牛 在大道上乱窜 公路使用者都放慢车速 导致该路段的交通缓慢 其中有一辆国产麦威轿车 因为刹车雇急撞击其中一头牛 导致车头受损 巴达林在野警方表示 还没有接到任何投报 但是警方会根据网上视频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